我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在彰化地区院开庭的时候 法院有预知以新台币一亿元交吧 那同时还附带了一个必须每日报到的 那这个报到的地点是 法院是指示要在温重先生的住所的附近的警局 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彰化地方法院的书记官联系 那确认说就是由新生南路派出所这边 作为温重先生报到的出所 那所以今天先由律师过来了解一下 整个报道的流程程序 以及应该提供一些文件 然后确认人别身份 那等一下刚才已经跟这边的警员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相关程序也清楚 所以等一下温重先生就会从住家过来这边进行报道 然后完成法院指定的这个程序 大概几点 时间并不确定 但是法院是指示说必须在12点之前完成 那我们一定会遵照法院的指示来进行报道 昨天那个聚焦森林教育界是不是就已经捞到准备要参应的刑警 没有 这个部分跟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说明一下 因为就这个案件从起诉的时候 其实法院裁定说要羁押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出抗告了 那提出抗告之后我想我们已经提出申请教保 那之后被驳回 那在法院的审理程序其实进行了非常多的准备程序 然后最后进行了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进行了两次的言辞论程序 就是询问证人的部分 那我想就我们律师在观察整个案件 我想这个案件的核心都是在于说有关于越南的油品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相信说在法院经过了两次的证人的询问程序 其实相关的事实已经非常的明确 那再加上羁押第一次期满的时间三个月是在1月30号 所以我们预期其实在1月30号之前 法院一定会针对是不是要延长羁押的这件事情做出裁定 那做出裁定之前就会有一个训问的程序 所以我们预期昨天应该会进行这个程序 那确实就我们在其实在案件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有准备了交保金 就是当时候是准备了三亿多 那我们想说能够尽全力的 然后能够让温宇充先生出来 所以其他兄弟也非常支持这样子的作为 所以就先把这个钱先准备好 然后昨天经过法院的询问 我想温宇充先生也表达非常多他的意见 那我们律师也是针对整个法律上面的要件 然后恳请法院能够考量在人道考量范围内 能够给温宇充先生交保 那昨天裁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立刻通知这个交保的陷阱要预达到现场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法庭上会先生是不是有提到说 比如说我们自己看到说明明的分析 是 但是这就如同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 温宇充先生其实在整个积押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一直想到的是他的员工 那所以他在昨天开庭的时候 也提及到年关将近了 其实他的秉心自有或者是正义公司的员工 生计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困难 他想到这些其实内心是还蛮激动的